我前两天得罪了一个大师 我怕去得给您添麻烦 是老义吧 没事 我跟他关系好 不用怕 还有 洛斯柳 什么 秦奋啊秦奋 我说你什么好呢 一口气得罪两个 这其中一个还是国家级的大师 这两位啊 也不是那小气的人 只要你不惹事 就没问题的 秦奋 会长既然都这么说了 你就去呗 那就去吧 好久没给李东那个扫提子发消息 不知道他在干嘛 在吗 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冷漠 最近事情有点多 很累 对不起了 什么 性生活不和谐 讨厌 人家还没有过性生活呢 你好坏 什么时候能过来弄我 我好难受啊 等着 等我参加完都市大会 我们找一个高级酒店 我要好好收拾你 你也要去赌市大会 嗯 我能不能见见你啊 没听到我说赌市大会结束吗 又不听话了 主人你别生气 我听你的就是了 太爽了 也不知道 美女老板的小戏 要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老板 其实你完全不用跟我来的 这种小场合 我完全可以自己应付 得了吧 你得罪了曾斌 还不知道他要怎么报复 你好歹也是为了我来的 我怎么着都要来看看 哎 老板 我发现你对我的态度 跟之前不一样 我哪有 胡说 哎 赶紧进去 先生女士 请出示请帖 我可是受副会长的邀请 来参加大会的 没有请帖 不能让你们进去 副会长没给你请帖吗 哼 没有啊 到底是不是忘了 还有什么请帖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以为是谁呢 这不是勤奋吗 原来是徐少爷 感谢你给我的项链 让我卖了一千万 现在我已经是店里的股东了 区区一千万算什么 我还不放下你 倒是你 现在被拦在门口跟狗一样 丢不丢人 丢人 那也总比你在光天花日之下 叫我爸爸强吧 你说什么 你他妈有种再说一遍 我说你徐之声 是我儿子 哎 秦芬 不是说好了低调点吗 臭小子 你非要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他妈就不姓徐 你以为我不怕你吗 嗯 瞎鸡眼用牛头 你旁边这位美女老板冒美和花 你走了 我找十个八个大汗轮了他 你说什么 你放开我 跑来 跑来 快把学员放下来 你要再也闹事 我们就要把你轰走了 没看到是穿三挑衅的吗 我只看到你动手了 再也不放下 我就不客气了 秦芬 你还是先拿放开 泽民你干什么 报案他们打人你不管了 你让他管 整个会场都是我的人 你们胆子还真大 居然敢自投挪网了 曾斌 有种单挑 担你大也单挑 你以为你是谁啊 西部牛仔吗 曾斌 他可是副会长 你敢惹他 副会长 副会长在哪 把他叫出来啊 真以为自己弹上高枝了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秦芬 你不是很猛吗 不过可惜了你现在连会场也都进去 住手 你们干什么呢 副会长 把秦芬松开 听见没有 松开 我告诉你们啊 秦芬是我的人 你们这样对他 是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 会长 秦芬这家伙前几天 诅咒骆大师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 今天你又把他带到这会场里来 是不是有点不尊重骆大师啊 你是说我没有眼色了 哎 哪敢啊 我没有诅咒骆大师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还要是不听我的 迟早会心 秦芬 乱说什么呢 副会长 如果这话传到骆大师耳朵里边呢 你这 会长的地位也不保啊 吓唬谁呢 我告诉你 我的眼睛绝对不会看错 无论是人还是宝 我只需一 便能看穿本质 为什么牛呢 别以为你捡了几回路 你就可自称大师了 可笑 你要是不信 我们大可以拿东西来验证一下 看是不是真意 好啊 今天咱们就比试比试 这小子眼光毒辣达 不知道有什么时候 放心吧 我早就准备 嘀咕什么呢 说吧 怎么 李眼力 就在今天的赌事大会上 谁找到的石头价值更高 算谁赢 好吧 怎么才做 我输了给你一千万 如何 这价格不低了 不行 那你想要什么 我知道你们曾经家 在东海市有名的珠宝上 有一间珠宝店很书名 我 不要那 什么 你知道那家珠宝店值多少钱吗 起码五千万 不敢就算了 好 既然如此 如果我赢了 我要你双赢 还有你的左右手 请凤 还是别跟他赌 是啊 千万 这小子看意识很厉害 从小耳术木人 我和你 还是别跟他比的 行吧 好 就这么定 不愧是赌识大会 这么多原石 秦芬 我真佩服你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嘻嘻哈哈的 你可得认真点 你要输了的话 就变成残疾人了 是啊 秦芬 你今天呀 太冲动了 放心吧 相信我 要是不带你来这就好了 闹出这么一个事来 哎 不过没关系啊 今天整个会场的原石 你随便跳 我来付钱 怎么样 放心吧 我也会支持你的 谢谢你们啊 让一让 我开始选了 极品金融翡翠 我选好了 就这一块 选了半天就选了这么个东西 这边是低价区 都是别人不要的边角料 开不出什么东西 是啊 你看这个浴室啊 表面斑驳不堪 那一看就是裂边 你到那边看看 那边是高藏区 开出浴室的机会大呀 你们要相信我 我敢保证 我挑的这一块 是极品当中的极品 没问题的 你是不是傻 那边那么多浴室你不挑 偏偏偏在这垃圾里捡 我看你就是小水 你就是 你就放心吧 我的老板 恭喜曾少爷 开出极品翡翠 什么 哈哈哈哈 谁看 你输了 看到了吗 极品翡翠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 这浴室轻浴透亮 确实是个极品 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宝玉 怎么样 认不认输 怎么又是这小子 谁让他来的 应该是浮东 要不要 我去把他轰 算 这么多人把他赶走 显得我们太过于小气 等没人的时候 告诉浮东 他这个会长 不要赶 好 毕竟这段时间 总是凶嫩气短的话 然后 我肯定去休息 而且说吧 没看到曾兵 开出了极品翡翠吗 你们急什么呀 我也想 帮我借一家 你这块石头 应该是低价区的烂货 你该不会自暴自弃了吧 哈哈哈哈 没有出力 哈哈哈哈 看见了吧 没头绿 你说 你急什么 继续切 哎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垃圾堆里会出个极品翡翠吧 我梦 还是没有出力 果然是个废 开了两刀都没有见绿 定没什么希望 您说的对 接着切 记住了 这次要薄切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第三刀才出绿的 出绿了出绿了 极品兵种翡翠 怎么会这样 我可能给我看 可能 莫大师 莫大师 你怎么 我需要 需要 莫大师 我真的是 什么能这样的 莫大师 你怎么样 快 快 快 这 是个 乌大师 来人 现在就去找警队 快 和莫大师进去 是 真是极品兵种翡翠 怎么样 子民 不信吗 我开的这块玉 可跟你那块好多了 你输了 太好了 哈哈 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 磨岚里面竟然有绝世宝玉 看这个品质 至少价值一千万 哈哈 什么 顺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把珠宝店交出来吧 哎 各位 各位 他作弊 哈哈 做 啊 作弊 这个人不算了 今天有这么多人看着 还有副大师作证 你说我作弊 你是不是不不起啊 曾斌 你好歹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怎么 想当众傻赖啊 丢不丢人 我今天还就赖了 你还把不把副会长放在眼里 副会长 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古董协会会长而已 给他面子我叫他会长 不给他面子他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 曾斌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连副会长都不放在眼里 我家是做珠宝生意 真的 得罪一个小小的古董 根本不算什么 我告诉你 曾斌 从现在开始 古玩协会 正式除你的名 除名就除名 一个破烂古董协会的会员 老子还真不在 曾斌 好了小副 你要没什么事出去一边站着 我跟秦分有点私事 你想做什么 我想弄死 烦人啊 曾斌 你干什么 不要胡闹啊 说什么你管得着吗 这回看谁来救你啊 副长 易大使你怎么来了 这是想干什么 易大使 这小子不懂规则冲撞了我 正准备收拾他 正好 前两天 他也冒犯了云亨做大使 我一块收拾了 你给我闭嘴 你不能这么跟秦分 因为他是唯一能救洛大使的人 易大使 你说什么 秦分 你赶紧跟我上二楼吧 我大使快不行了 他现在小心我了 不着急 我也自事要成功 秦分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曾斌吗 你今天如果答应我 去治好了洛大使 你今天想让他做什么 我就让他做什么 子华当真 那 我的鞋子 我啥意思 说什么 你没听见他说什么吗 赶紧照做 徐大使 唐唐宗家大少爷 你让我给他擦屎 大少 即便是你父亲 站着 也得听洛大使 现在洛大使生命垂危 只有秦分能救 三董 你想不听吗 哎 听见没有 把鞋给我擦圆镜 再把珠宝转量电的活动给我 这事就完了 赶紧照做 我给洛大使面子 我给洛大使面子 我保证 今后在东海市 没有人敢不给你面子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吧 三天之内拿不到转让合同 我亲自上门来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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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咱们赶紧走吧 洛大使等不及了 走吧大使 嘿嘿 真是天主我 手串砸了吗 砸碎了 洛大使缓过来一口气 可他又晕倒了 你快看看吧 叶伯伯 这位是 哦 菲菲 他就是秦芬 就是他看出来洛大使手串有问题的 洛大使运到这些 想让他过来看一看 秦芬 你赶紧看看 鞋器已经不满穿衫 必须放出来 放出来 怎么放 冲刀 你咋把皮肤划开 只要把鞋器放出来 应该就没事 等等 你说 应该 你是大夫吗 当然不是 我是卖古董的 你一个卖古董的 居然想对我爷爷开刀 你想害死我爷爷 我这是在救他 这邪气聚而不散 如果不放出来 恐怕活不过今晚 胡扯 什么邪气 我怎么看不到 易伯伯你能看到吗 我当然看不到 只有我能看到 你相信我 现在只有我能救他 有多少把握 十成 那好吧 你试试吧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呀 你怎么来了 易大师 这小子 这小子根本就不懂 易叔 他要是出手 洛大师不就完了吗 我呀 这洛大师请来了 王神 只要王神一出手 那应该是 要到易烛 你说什么 王神一来了 病人怎么样了 这能行吗 老大 你别二举了 等会看看王神一怎么揭穿你这糊弄人的把气吧 王神一 我爷爷他到底怎么样了 他已经昏迷半天了 他已经昏迷半天了 就是简单的昏诀 打一读就好了 放屁 胡说八道 小子 你居然质疑我 我行医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走过眼 在我手下治好的病人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人得找你在这里指手画脚 洛大师和其他人不一个 他是中了邪气 不是普通的病症 中邪 这世界上哪来的邪碎 我看你小子才是中邪了吧 小子 别在这啰嗦 等我的时间 你要负全责 听见吗 你给你闪开 我让你吃 我看看谁后悔 王神医 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赶紧给我一卡针吧 小子 我懒得打理你 等我治好了洛大师 你就知道你刚才说的话 有多么可笑 洛大师 爷爷 你怎么样了 你吓死菲菲了 菲菲别哭了 爷爷没事 对了 是不是勤奋把我给治好了 快把他叫过来 我要好好谢谢他 才不是他呢 他差点 要把你牵到万剐了呢 是王神医救好了你 居然把王神医救了呀 谁求的呀 哎呀洛大师 是我呀 啊 老徐的儿子 谢谢你了 洛大师 你这就客气了 这就是小贝应该做的 小赛 看见了吗 邪气在哪呢 不应该呀 不好 邪气奔着心脏去了 你还在这胡扯 李大师 这人是您找来的 还劳烦您 还给送走 小范 咱们还是走吧 你要相信我 王神他只是回光感兆 他现在变形更严重了 小赛 看来你的医术是一跳不通 老不家 我好好教教你 洛大师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没说 只是 爷爷 行了行了 谁 让我看看 怎么会这样 不好 洛大师的生命体称 正在急剧下降 王神医 你快救救我爷爷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 这 这 我也救不了啊 哎呀 时间不走了 该不去吃饭了 等等 你不能走 为什么 你刚刚不是赶我走吗 对不起 刚才是我鲁莽了 只要你愿意救我爷爷 我会跟你赔礼道歉的 快去 快 正拐 这才真的没事啊 爷爷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这下感觉可比刚才好多了 这刚才总觉得有那么 鲁莽 差点 憋死我呀 这真是神奇啊 这算什么 这病啊 早在我见他第一遍的时候我就看得出来了 只是你们不相信而已嘛 大师 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以后不干净的东西啊 就别带了啊 老夫错怪你了 我现在要给你 背礼道歉 飞飞啊 你刚才是不是也对人家不礼貌 还不快赔礼 事物不对 多谢你救我爷爷 哎 我可承受不起 哎 你这是干什么 多亏了你我爷爷才活过来 而我却差点害死了爷爷 我真是太蠢了 算了 你也是关心则乱 我不 哎 你呢 服气了吗 服什么呀 这明明是是王晨医的功劳 你只是巧幸罢了 老头 服 是你治好的吗 是啊 就是我治好的 怎么了 我猜你这脸皮正厚你 说谁脸皮厚呢 啊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邪髓 你骗子了别人骗不了我啊 年轻人说话要助你分寸 一大事你听我说他根本就既然你不信 那我就 那我就 这 你干什么你 你不是不信吗 我让你体验一下写击 哎 哎 谁说你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为什么话呀 你给我找一个把力高强的大师过来 对 你给我等着 清队 你刚才有点太冲动了 年纪轻轻 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放心吧 一大事 还不是我的对手 我就不信 他能把我怎么样 多亏了你 老夫才能抱 这件事 要不要我帮你 解决了呀 那可不必 你这人怎么那么不听劝啊 徐家可不是好惹的 是啊 你刚才还得罪了曾斌 如果他们两家联合起来对付你 那该怎么犯 什么 你还得罪了曾斌 你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怎么敢 两个小小的人渣 何族畏惧 你还得罪 不用你们担心了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 那我就告辞了 小飞 大师还有何指教 菲菲啊 去把我那宝贝拿过来 我要好好感谢一下秦菲 这 快去吧 打开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成画的斗彩鸡钢杯 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 莫大师 您这是 一点小玩意儿不诚信 以后你需要什么 尽管说 成画斗彩鸡钢杯 嗯 行了 那我就勉强收下吧 勉强 你知道这个价值多少钱吗 还勉强 菲菲 不要说了 行啊 今天也算没白来嘛 勤奋小友 你愿不愿意 接踢我的位置 什么意思 爷爷 爷爷 我老了 我现在需要找一个 尖翻人 爷爷 你不会是想让他 你不会还想让我当你徒弟吧 老傅今天见你参加赌食的场景 你早已经成为胆吃主 我没资格做你的师 我只是想让你替我 参加一个特级健保 特级健保大会 什么东西啊 这特级健保大会 是四年一度的盛会 全国各级大师 都会齐聚东海 为的就是要见证 所有人的眼力 而洛老师 也就是在这个特级健保大会上 连续三年 达到了冠军 才有了今时今日的力 今年啊 我想把这个资格让给你 那我要是去参加 有什么好处 那好处可多了去了 在健保大会上赢得了荣誉 就等于有了地位了 以后呢 谁也不敢欺负你 曾斌他爹 就是因为获得了第二名 还有了今天的成就 那我考虑考虑 有这些机会 你还要考虑 当然了 什么事都得考虑清楚 忘记 怀约的人 我先走了 既然你要考虑 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意思 随时来找我 行 哦 欢迎你 湖畔酒店 开好方等你 哈哈 李小姐 车就在前面 啊 副会长 我临时有点事 就不麻烦您送我了 您先回去吧 行 那我先过去 湖畔酒店 开好方等你 嗯 一会儿见哦 逆子 你居然敢拿着珠宝店去 你知道这次咱们增加 遵失了多少吗 爸 您可是堂堂一级健保师 至于这么害怕吗 一级健保师算什么 他落自流 可是特级健保师 不过 一个月以后的健保大赛就要开始了 这次 我一定应了他 是 过几天啊 你去一趟李家 我跟你家家主商量好了 想让你啊 跟他的女儿和亲 爸 您说的是那个 李璐 对啊 不行啊 爸 李璐跟那个秦分最近走得很近 我还他们两个绝对有一腿 他不会是终于跟我在一起的 春货 父母之命懂不懂 只要搞你很严 那李璐还不得乖乖听话 你去的时候 带上咱们家的传家宝 什么 传家宝 爸 这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李家是这次健保大赛的承办方之一 拿下他们 比什么都重要 门门锁 进来吧 是你吗 是我 我要的东西都带了 都带了 皮鞭 手铐 这些都是我珍藏的玩具 干得不错 你能转过来 让我看看你的脸吗 当然可以 你为什么 带着面具 我还真想让你看到我的真面目 我们今晚只研究生命 都研究别的 好呀 那我们从哪一副开始呢 你先把鞋脱了 躺在床上让我看一看 我呢 还穿了一件特别性格的内衣 你要不要看看 不好 快 你怎么停了 到你了 好 记 紧紧紧紧我就买走你 能不能把面具择 看着怪吓人的 也不坏气氛 脑弯 不行 谁啊 小姐 老爷叫你回家 说有要紧事商量 我爹 是 是 想死我了 想死我了 这小子被包下改了的 啊 你 引人呢 爸 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干嘛 你还知道回来 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回家看看 你还罢了 你把你妈放在心里吗 我妈早就死 老爷 你看露露他诅证我 不生气不生气 快给你妈道歉 让我给她道歉 做梦 我古董店明天还有事 先走了 晚上 老爷 你也别生气 她毕竟一个迟早要嫁人的女孩子 守着那么大个店铺 也挺不容易的 我这次把你叫过来 有两件事 第一 那个店铺你不用去了 我准备送给你 小妈 你店是我的心血 凭什么让给她呀 你小妈怀孕了 我得给他们娘俩有个保障 我想来想去 还是那个店铺合适 我不同意 这由不得你 你想想 那个店铺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还没有死呢 这是由不得你做主 你妈 你太过分 先别哭 第二件事 我还没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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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事 我还没说过